主席 主席 麻煩請財政部張部長跟金管會曾主委 請兩位首長謝謝 不客氣 吳委員好 早 這個先請問金管會曾主委 5月5號以前 FICA條款跟美國的協商要訂好嗎 跟委員報告 原則上7月1號以前 我們達成公司就可以 那來得及嗎 來得及我們基本上會在 5月31號以前 達成共識 那所以在計價的一個問題是說 美國人要求把美國公民 以及持有美國綠卡的 這些的帳戶如果在 個人如果在5萬美金以上 然後如果是這個公司在25萬美金以上 的戶頭都要提供給美國資料 是 那台灣怎麼會知道誰有美國綠卡 誰是美國公民 所以他有一些條件 比如說他有7個條件 什麼是美國帳戶的指標 總共有7項 第一項是 美國公民的證明文件 第二個出生地 第三個是美國郵寄地址 第四是美國電話 第五是匯款到美國的帳戶 第六是代理人有美國地址 第七是有代收郵件地址 基本上是這些 我的意思是說美國應該會把 具有這些指標的人的資料 提供給我國的金融機構吧 不然的話金融機構怎麼有辦法 把這些帳戶整理給他 沒有我們的客戶 我們的銀行必須辨識 必須辨識 那如果辨識不出來不是故意的 譬如說假設某甲 他有美國的綠卡 可是我們不知道啊 沒有提供給他會不會被他罰 辨識的時候 假設有7個條件之一的話 我們會請客戶來說明 除非說客戶說明他不是 他沒有 就不需要順暴 那這7個條件的這些指標資料 是我們自己要去收集 還是美國會提供給我們 金融機構會有 好 那你有沒有估過 我們請財政部跟金管會 都回答這個問題喔 我們美國既然可以訂這個肥咖條款 台灣不能訂嗎 相對的嘛 這個是 美國可以追肥咖 那台灣不能追肥咖嗎 兩國的國情相差很多啦 美國對個人是屬人主義 那美國講白點 很多人想要美國的利卡 跟居留權 跟台灣狀況不一樣 對 台灣作為一個自己有尊嚴的主權國家 人家美國要跟你 台灣做肥咖 台灣不能跟外國其他國家 台灣的肥咖追嗎 報委員 我們如果訂這個條款說 你日本的金融機構要報給我 不然我要扣你30% 這個效果不大 方法 扣多少大家可以談 但是 相對的啊 你 你美國跟我們訂肥咖 那我至少可以要求美國也 相同的條件回購我們台灣啊 這個是平等主義嘛 目前跟美國圈的49個國家 大概也沒有像委員這樣要求啦 因為 那我現在就回到一個問題 你了解實力比人強啊 部長 實力比人強這個我知道 但是我現在 譬如說我們對海外避稅天堂啊 對第三地控股公司 辭職管理住所在台灣的外國公司啊 上次提過的所得稅法 43.3 43.4的修正案 在本委員會通過了 然後你們現在的講法就是說 要等跟這個中國的這個租稅協定 要等多久啊 我們難道不能夠自己先追嗎 我們就放任這一些 另外一種形式的肥咖在外面 在在外面那避稅 然後我們台灣的稅金在流逝 然後叫台灣的納稅人 都是受薪階級在承擔 這就是課稅權的問題 我們要追我台灣人在國外的 第一個 資訊你怎麼取得啦 沒有資訊交換 沒有租稅協議 我今天跟你談的是立法的問題 法律先過再怎麼追 我們可以逐步落實嗎 那法律在本委員會已經通過了 已經卡多久了 為什麼你不去 要求在院會的時候要通過呢 委員是指什麼法律通過 就是鎖的稅法 43.343.4的修正案啊 那個是指CFC跟PM 我就說海外避稅天堂 跟第三地控國公司 事實關於出所謂台灣的外國公司嘛 這是我們至少可以追的吧 對 那為什麼已經過了這麼久了 你們不要求 國民黨趕快來政黨協商 民進黨支持 我們也把這個都列為政大 重大法案啊 目前 我們不要把台灣的稅金 都讓納稅人 都是讓受薪階級的負擔嘛 兩岸租稅協議 在跟台商在溝通的時候 因為台商幾乎都 部長 海外避稅天堂跟第三地控國公司 這不是光只有台灣跟中國的關係啊 比較多 因為八萬八千家 在大陸投資的 那你現在意思是說要看 中國的臉色 然後才來決定我們自己要不要立的 不是 這個是我們的國內法耶 不是看中國臉 是台商反應 因為這個 跟兩岸租稅協議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社會在講的 你們都只有聽大商人的聲音啊 你現在講說要台商滿意 我們就是要磕他們的稅 他們怎麼會滿意 你當初立這個法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當初立這個法 到本委員會來通過幹嘛呢 你提這個修正案來幹嘛 是你提的吧 是財政部提的吧 沒有錯 所以你當時的考量 也是認為這個洞要堵起來 要為台灣擴大稅基 這一點我是欽佩的 對 我們民進黨也是支持的 對 然後你現在回過頭來說 因為要跟台商協商 沒有 現在也沒有 報告委員現在也沒有變 還是要通過 只是說 時機點的問題 那你的時機已經過了多久了 從修正完到現在已經一年多了吧 應該是一個會期啦 不只了啦 超過一個會期多了 三個會期通過了吧 去年暑假的臨時會 這個就已經列為 我們本黨列為重大的議案了嘛 是 那所以你現在在這邊的回答 你不覺得很荒唐嗎 你回答說因為台商人數很多 要跟台商跟大陸的台商談 欸 政府機關追不追稅 要對跟追稅的對象談 這個邏輯 這個邏輯在法律上不通啦 不是要跟他們談啦 現在是溝通 就如同監督條例那個溝通 那要溝通多久 我們就兩岸駐稅協議溝通好了 如果可以簽署了 你講這個我覺得 我比較不能接受的是 你是找要被課稅的對象溝通 溝通了一年多 這個怎麼可以類比 你 撫茂協議的這個所謂 簽署機制的溝通 那不一樣啊 你這個是要追稅 我現在舉個例子 那你來跟我課稅的時候 我所得稅不繳一直不跟我溝通 這是所得稅法的修正案 了解我了解 所以我覺得你們那個態度 社會上一直批評說 現在這個政府 老是聽財團的跟財團走在一起 對於小老百姓的這些的辛苦 你都不會去重視 我跟你講 如果 如果你這個避稅 這個所得稅法的修正案 可以為台灣做到一些稅 至少我們還有比較多的力量 可以花一些稅 把它做分配 可以再照顧弱勢 照顧這個社會 這個需要社會 救助的這一部分的 我們可以多有一些力氣 國家的建設可以多做一些 這個某一個角度來講就是在 另外一種所得的重分配嘛 那你現在對於所得稅法的修正案 你不去處理 你現在 我是看到今天這個肥咖 人家美國有這個決心 追到全世界 台灣連鎖得稅法的修正委員會通過了 啊居然卡在院會 報委員 不是我們不處理啦 是財委會已經通過了 是啊 已經脫離我們行政部門了 現在只是說台商有這樣的反應 不要耍嘴皮子嘛 今天是國民黨把它拉下來說要政黨協商嘛 坦白講也超過協商期了嘛 那我們現在 不敢拿出來表決是怕這個案子死掉 因為國民黨如果反對這個案子就被打消了嘛 但是這個案子是你行政院提的案子啊 我現在跟你談憲法 照理來講你行政院提出來的法案 如果在立法院不得到支持你應該要辭職 這是憲法上面的責任政治耶 哪有一個說你提的法案 再有一位通過院會擺著不要緊 還是自己執政黨 你不覺得這個邏輯整個都錯亂嗎 憲法上的整個這個邏輯整個都錯亂嗎 我們會跟執政黨黨團盡量的協商 希望你做到做到 不然我跟你說 我作為民進黨的三長 我有可能把這個法案拿出來表決 表決來看看是誰在反對這樣的法案 表決的結果如果這個胎死腹中 是不是國民黨還要你要負全責 你要為責任政治負責 你知道嗎 中華民國的正路官沒有擔當沒有肩膀很久了 就是因為政策不得到支持的時候都不要緊 反正也不要緊 改來改去也不要緊 甚至說行政院沒有版本 要提出來的版本是 是立法委員幫你提的 我讓這樣子閃避 一次兩次人家還可以接受 久了之後大家又覺得說 現在到底是怎麼樣 現在到底是誰在為這個事情負責任 我是拿美國看台灣 我跟兩位報告一下我的想法 肥咖條款美國人要追稅 站在美國政府上也是為了解決他的財政困難 這個角度來講 財政部對於這個避稅天堂的這個追稅 我們也很支持啊 因為我們從有錢人的身上多拿到一分錢 只可以照顧一下社會上比較弱勢的人 這大家都贊成嘛 這也是我們財稅的另外一層意義 所以看看美國想講自己 我們台灣能做的要做啦 那能至於國際平等 能夠談的條件要談 美國如果這樣要求我們 我們不得不配合的同時也問問美國 那如果我們台灣有這樣的肥咖 你會不會提供資訊給我們 也不是說美國就是老大 然後美國實力強 所以他提的條件我們全盤接受 我們提的都不能跟他談 談談看嘛 不見得就不會 因為將心比心 大家都是民主國家嘛 好 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你剛剛講的追逃若稅 當然是我們的天職啦 我們國內部分會做很多 立法的部分我們來加強 好 希望兩位能夠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三位 謝謝 好 謝謝 請回座 好 謝謝